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行业 王老师一脚踏进美容就从未离开过 是美容界的大家长 但如今的他思考到除了技术服务以外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台湾的名称不是吗 我们应该有一个代表台湾的SPA文化 去很贴心地服务到我们每一个客户 所以星云竹SPA当初是这两个原因 一 它为什么可以风生水起 它既然可以带给空间磁场一个好的运气 当然可以带给人 那第二点来讲 星云竹如果用在人的身体上面 我们可以节省很多很多的力气 因为我当美容的大家长三十几年 我们希望后续来讲 继续有很多的美容师愿意从事这个行业 面临美容产业互不交流的风气 或是王老师往海外拓展 三十年前从中国大陆 东南亚国家以及欧洲 藉由细腻的教学 专业的知识 一点一滴将台湾文化宣扬国际 我自己称为非常台湾的台妹 所以台湾的部分都非常讲究尺寸 风水 那我们如果把一个好的风水 用在人的身上 我们星云竹比方说脸部的公分数是28公分 那28公分各位可以看到那个文工尺 就是升官 发财等等之类的 所以所有的部分都是像台湾 因为台湾我们台湾人 现在创立一个台湾的SPA 星云竹就代表台湾 依循传统 采用竹子作为工具 均以器作的方式 每批保养品自主送检SGS 且有专利商标注册 经授权才能使用 站在消费整理厂来思考服务本质 也搭配精密仪器来替顾客设计疗程 连那个我们的花生米都要电脑选 当然做SPA要电脑选才行啊 透过电脑的精准分析 知道这个客户他的个性 他今天心情卡在哪里 而在我们五感疗法 就是他喝的花茶 他听的音乐 他用的精油 做的部位 我们都是很贴心的量身丁座 真正达到一个身心灵疗愈的一个SPA 生完产之后 虽然自己本身是护育人员 可是还是会有一些新手妈妈的焦虑 所以我就来到王老师这边幸运竹子吧这边 那过程中就是竹子部分 我觉得好像比较深沉 然后重点是心情方面 心情的改善会影响生活很多地方 王老师将人细分成四个区块来服务 竹子均受热 利用温度来让肌肉放松 运用不同手法畅通血落 每一寸肌肤都不放过 希望透过教学将这样的技术以及理念传承下去 以动作来讲 我们幸运竹每个动作 其实它都是由外到里面的一个过程 竹子来讲呢 它有一个很美的过程 就是它会循序渐进 透过美容师的很温柔的双手 找到它打结的地方 那并且来讲很细心地把节一一地打开 所以我们有很优美的动作 让我一直感觉它是一个很细心的 在做幸运竹的时候 它一直对我们的要求也有一定的标准 重新开始教起 就是包含你的竹子 为什么跟一般的竹子不同 让我学习到很多 王老师说 他的个性就像竹子一样直直的 只想把美容做好 在产品中用心 在技术上创新 希望自己的抛砖引玉 成为美容界中的另一道曙光 发扬台湾在地美容文化